证换产下六阿哥 真是风光无限呢 愿他再怎么得宠 这后宫还不是皇后娘娘您说的算 本宫让你在宫里散步的那些话 也该加把劲了 换币 你说皇上最近一年为何都不来勇兽宫了 娘娘您有所不知 宫里早就有人散步谣言 是六阿哥非皇上亲生之子 什么 难道他起了一心 快去请温太医 娘娘万福静安 皇上近来多次来胎医院 问除了低血认亲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 确定身世 本宫知道了 既然皇上龙体可好 回娘娘 皇上傲气 夜夜照姓新人 已是须不受补 整日卧床 好啊 看来是时候了 臣妾给皇上请安 红燕也来了 快到阿玛身边来 皇阿玛吉相 西贵妃 朕想问您一件事情 臣妾必定知无不言 红燕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 当然 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好啊 这天下很快就是你的了 这天下自然是红燕的 但他绝不会同你一样 因为我早就让他在这游戏里体验过了 叫我万岁爷手游 现在和甄嬛传梦话联动 陈妾是体验 晚晚泪清 滴血认清的名场面 你在后宫踩过的空 我会一一给红燕避雷 你以为人人都会像你一样 负心薄信 到最后孩子都不是亲生的 陈妾已经让红燕在游戏里 学会了如何治理朝政 培养名臣统于六宫 皇位早就胜圈在握 大伯父您就安心上路吧 您大侄子会帮你好好料理这江山的 红燕送你皇阿玛上路 你这个毒服 你这个毒服 这个毒服 这个毒服 我真的要杀了你 你这个毒服 这有 dedi 当然要溶了你 我 可是朋友